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这样独特的山城风景 和景临的房舍老屋 已经成为辨识度很高的怀旧景点 博又画家邱席勋的工作室 在九份有着居高临下的美景 演出到处可见的博又屋顶 带给他开发新颜料的灵感 我对绘画的材料不满指 因为全世界只有油画水材水墨 水墨还是有东方人在画的 所以我认为材料太少 然后太长的时间 两千多年了 就是用这么少的材料 有这么多人 全世界这样多人 所以这样的话 创作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被素材限制 所以我认为说 我来找多一个材料 多一个材料就多一条路 这是必定的 所以我找啊找啊找 最后找到博又 台语叫做Demaga的博又 从被踩在脚底下的马路 要上画布 别看秋席薰画得轻松潇洒 这浓稠滚烫的博又 可是不容易掌控 等线条画好了 用挥发性液体晕开 原本是咖啡色的博又 再用火烧一下画布 增加附着力 就完成这坨打磨回眸 前后不到五分钟 所以我们用的都是这种 藤西亚有没有 就是厨房里面可以用到的 或者是一个刮刀 就是我们画鱼画 画鱼画的那个桥色的刮刀 然后成了这个液体以后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来画 大家可以看到就这样 所以老师都不用打草稿 因为这材料本来就很难控制 你打草稿的话 你要顺着那个草稿更草稿 第一点它顺脚都很顺 那么高的时候它就很细 可以像这个海草 或者什么水纹 我们就可以 可以细到比头还要细 达磨的卷胡子和关公的长胡须 最能挥洒出薄油的特色 只要加上不同的色粉 就变成彩色了 在秋席勋的巧妙运用下 四笔味很浓的薄油 变成很有人情味的话 记录着一个个矿山人文的故事 也让外地的游客 更了解九份的过去 会画人画得多 就是因为最主要是 画本来是给人看的 所以我都是画人 我也比较对人的那个比较关心 比较有兴趣 那画九份是 到九份来以后 跟一些老旷狗 他们聊天 还有去看看那些旧的遗迹 然后慢慢 我就想 它很多都已经垮掉 那我就是都尽量把 即将要消失的 用画把它留下来 包括人 包括物 包括九份 过去的九份 跟现在九份 秋席勋勾勒的人物 往往带点幽默趣味 因为早期 他是从漫画画起的 经过油画水彩 到1979年开始 以薄油作画文明国际 秋席勋数十年累积的功力 展现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作品 我敢想 他就把色彩 看得到 那么一起 就复你 好